家人们谁懂啊 今天本来准备把楼下的流浪小局给收编了 谁知道我带着龙子下去找了他半天都没找着 结果我正准备回去的时候 突然 诶 你这胖小子是谁啊 你就这么待里面不出来了 我可是在抓猫的 我凭本事进来的 你得给我安排个工作 带你回家可以 就是得付出点小小的代价 我这也算做好事了 趁你恢复期间我还能帮你找找领养呢 正好最近我说到 明创优品有一个小动物公益快赏活动 我赶紧就带上波波来帮他物色物色好人家 去年明创优品携手他基金 成立了明创优品小动物保护基金 可是捐赠了1000万用于支持小动物保护 听说他们这次为了呼吁大家关注流浪动物 特别把logo改成了公益篮 今天活动现场还有50米的蓝毯呢 我也穿了蓝色来为小流浪们姻缘 重庆这家店还是明创优品首家毛绒主题店的 店里设置了消费捐活动 每购买一个指定公仔 就会捐助一元用于流浪动物救助 公仔上还有公益吊牌 咱俩也来盖个爪银签订契约吧 这边他们还搭建了小流浪领养屋 小猫小果都超有爱的 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看看哦 最后我也是成功的把碰瓷小伙儿找到了领养 哎呦这好日子 他也是比我先过上了